然后再反抗这个固度 那么鲁迅的反抗是再一次走进大众 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前提下 走进大众 然而鲁迅他不是政治家 他只是在私下上做到 这说的是现代武侠的思想精神 那么我们光说侠还得说武 现代武侠小说里就产生了系统的 现代纸上武学 我为什么叫纸上武学呢 因为他不能够学了之后跟着去打架 他不是实际的搏斗的功夫 他不是那个武术 这个武学和武术不一样 其实很多人说小孩子读了武侠小说 盲目模仿 媒体会夸张这样的事实 其实这样的事很少 可能万分之一都没有 所以有小孩读了武侠小说 就跑到山上去了 这多少万个人里可能才有一个 他不读武侠小说也是乱跑的 武侠小说里 这个功描写主要不是让我们去学大家的 我昨天再联合国专门讲了这个武学的问题 它是一种人生的象征 你看那武侠小说里人物的练功 后面日常的学习是一样的 后面为人处事是一样的 你从里边悟造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之道 现在武侠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侠情结合 古代武侠小说呢 用今天的标准衡量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侠客都是男的 女的太少 好多的书籍的女的都有问题 我刚才说了这个最伟大的武侠小说是这个水浮罐 水浮罐一百单八将 一百零五个男的 这里边有三个女的 所以有这个不法书上为了吸引人 曾经篡改这个书名 叫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你买回去一看书就乱了 然后这个一百单八将之外也写了几个女的 基本没有什么好的 比如潘金莲啊潘巧云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这姓潘的有什么 把这坏女人都说写的姓潘 当时的人没觉得这种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人一看出毛病 所以现在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 这里边都有女侠 一开始这女侠好像还是跟在男的 后边是个附庸 后来这女侠越来越厉害 最后就是男女双侠并情江湖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谁在写武侠小说 不写女的都不行了 女的不厉害都不行 所以这个看武侠小说不能轻视女侠 就好像在那个喝酒的时候 最害怕的就是什么 吃药片呢 输小便呢 这是最厉害的 你看上去不能打架的 往往是这个功夫最高的人 所以说他是现代武侠 从各个角度都具有了现代的平革 这个现代武侠呢 才是我的专业 我是搞现代文学的 所谓现代文学研究的就是 1917年到1949年这段文学 金庸不属于这一帮 金庸是属于当代文学的 那我为什么研究金庸呢 那就说明研究当代文学的那个领域出了问题 我说我本来是北京铁路局的 我为什么管广州铁路局的事呢 因为广州铁路局出事呢 所以我管过北京的来管一管 所以我很奇怪 这么多华人都喜欢的文艺作品 竟然没有人研究 我们研究什么不等于我喜欢它 这个学术研究跟你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 不要排除个人感情 你再不喜欢 这是一个重大的现象 这个现象必须面对 就像我们不喜欢原子弹 但我们必须研究原子弹一样 对这个金庸的问题 是我研究现代武侠的一个延伸 旧派武侠 我们把1949年以前的武侠叫旧派武侠 旧派武侠大概 我把它分了十家 十大家 十大家分前后各武侠 前武侠就是刚才我说的南向北照 向凯然赵焚亭 加上姚明埃 他有个顾名道 顾名道是最早写男女双侠 并姓江湖 金庸小时候就是读顾名道的荒江女侠 影响很大 加上一个文公直 是写历史武侠的 写那个鱼签的 鱼公传 鱼签的 后武侠 后武侠呢可能更有名 大家知道 一个是环珠楼主 环珠楼主几十年间 那个粉丝特别特别多 我那个 二十年前 环珠武侠的时候 还有他的那个老的粉丝 是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家 再有一个是白羽 公白羽 白羽的影响也非常大 白羽本来是鲁顺的学生 因为生活所迫 写这个武侠小说 大家知道新派武侠小说的 卦印先锋 他叫梁女生 梁女生为什么 这个取这么个笔名呢 这是白羽的学生 他自认识白羽的学生 再有一个郑正音 还有一个更有名叫王杜如 因为你安排了卧虎藏龙 所以王杜如的名字 重新被人知道 名卧虎藏龙 获了这个 我奥斯卡大奖 最后一家叫朱真木 也有人说朱真木 可以算新派了 但是一般的学乎界 还把它算成是旧派武侠 就是作家 那么这样 现在武侠的旧派武侠介绍完了 下面就是新武侠的诞生 新武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今年正好六十年 是1954年 1954年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海峡两岸的对峙格局已经形成 比如说我们今天叫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很有意思 海峡两岸都没有武侠小说的市场 海峡两岸都没有武侠小说的市场 这个大陆呢 倒是没有这个行政命令 说不许看武侠小说 它是有一个文化批判 它认为武侠小说是封建糟粕 它说那武侠小说都是麻痹 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那劳动人民受压迫 你不反抗 幻想着有一个高光线 也能夹开来救你 你说这也不对 这是反动的 其实劳动人民幻想着武侠已经来了 就是共产党 你就没有必要再读那个 非言作异的故事 所以大陆这边 那是那个看不起武侠小说的 台湾那边呢 它是查禁武侠小说 台湾那边是很有意思 它认为武侠小说是共党的统战作品 所以它那个理由比较奇怪 它是戒鸡斗 这小说装得很紧 它说这武侠不好 武侠是中共故意写了 因为武侠小说里 一般都要写反侵略 一般都要写地主欺负人 然后这侠客来给他报仇 所以国民党很忌讳这个 金庸的小说很长时间内被台湾查禁 台湾多次那个查禁武侠小说 重点就是金庸的小说 台湾那个政权不是怎么想 他们甚至怀疑金庸是中共特务 中国方面派一文化特务的香港 写小说颠覆了台湾政权 特别是金庸最有名的小说 叫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到台湾 是第一进出 因为台湾的搞宣传的领导干部 还有点文化 他读过毛泽东的诗词 他一看射雕英雄传 他马上想到毛泽东写的 指示关公社大陆 他这么一眼就看 共党统战作品 然后就是查禁这个射雕英雄传 有一天夜里台北全城戒严 警察投机各家书店 搜查射雕英传 但这个书太受欢迎了 书商要牟利 这马克思说书商为了牟利 这命大人都干 只要是百分之百利润 这书商把射雕英传改名 叫大漠英雄传 然后继续唱销 然后一直到七十年代 金庸本人访问台湾 见了台湾领导人 蒋经国严家伴 他俩也都是金粉 然后才知道金庸不是共产 那书金庸这书可以随便卖 就在海峡两岸都不喜欢武侠的时候 老天爷给中华民族留下一个地方 这地方留得很好 就是港澳 港澳这地方它也很有意思 它其实是毛泽东不收回来的 1949年的时候随时可以收回来 毛泽东说了一家盛永追求空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全中国包括港澳台湾 台湾是因为金门 朝鲜战争出了事没打 那港澳随便一脚就跨过去了 而且当时已经有不遵守纪律的解放军战士过去了 后来中央欺骗他们 谁让你们过去都回来 毛泽东说这两个地方我们不收回来 要留着 所以伪人做事 他都是目光太长远了 留着有什么用 他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 反正咱没必要收回来 随时可以收回来 那你的水你的菜什么都是内地供应的 想收回来明天就收回来了 你去忘了事 那我们不收回来留着 一年之后就知道有大用了 一年之后抗原朝爆发 美国和西方封锁中国 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医药从哪来 从香港来 用香港的资本家去做工买这些东西 所以香港那些大横为什么跟共产党关系很好 他的第一种金是共产党给他的订单 他是他这么崛起的 所以这个上天留下这么一个地方 他得天独厚 1954年香港有两个武术门派发生矛盾 一开始是口水战 就是一个叫太极门 一个叫白鹤门 都说自己功夫好 中国武术界的这个毛影 就跟文人相亲一样 那口水战最后都要以实战解决 就打擂台 两边掌握人打擂台 可是香港法律规定不许这个民伍 于是他们跑到澳门去 澳门这个黑社会组织的比较好 澳门就可以打擂台 于是这个媒体就纷纷地宣传 宣传这些擂台赛 可是擂台赛的实战过程非常不过瘾 不像咱们看那个武侠电视片 武侠影视剧 两边光光光光打十来分钟还打不死 看打死了一会又站起来 他们大事 没有呢 实战那是 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打过架 真正打架超过一分钟 超过一分钟 因为在那种性命相合的打架中 人的体力只能支持二十来秒 就是你倾尽全力去打一个人的时候 二十来秒你就没劲了 就是武侠也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太极门和安恒门的比武 不到一分钟结束战争 就是太极门的掌门人 一拳打在对方的鼻子上 鼻子出现了 采访马上说停 比武结束 可是媒体已经铺天干净 做了那么多宣传了 媒体不会让自己的钱来花的 要趁追击趁热达铁 我昨天还遇到咱们那个 再来后遇到那个大公报的记者 也是我的老乡 大公报就非常的聪明 大公报马上就推出广告 就趁着大家这个热乎劲上在 本报明天推出武侠小说 龙虎斗精华 这是老板决定的 可是这小说根本就八字没写 这小说谁写啊 他心里有数 因为这个报社里有两个年轻人 平时是武侠的爱好者 平时没事在一块摊武侠 两个人一个叫陈文统 一个叫炸梁用人 这俩人一个是喜欢下棋 平时在一块研究棋 还有一个就喜欢武侠 然后这老板就找到其中的一个叫陈文统了 咱们报社明天要推出一个武侠小说 叫龙虎斗精华 政策说好啊 咱们也写武侠好啊 这是谁写啊 谁写啊 就是你写 他说我行吗 你不行也得行吗 广告都推出去了 广告退出去了 一笔笔的写 所以这就是 历史上有些事是偶然发生的 就这一个类财产 就是催生了新武侠 这个叫陈文统的人 就写了龙虎斗精华 用的笔名叫梁女胜 这就是新派武侠的诞生 新派武侠的诞生 梁女胜的这个龙虎斗精华一炮大响 但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呢 这个龙虎斗精华写的水平还是很平庸的 只不过因为它是第一个 所以历史地位重要 不等于艺术水平高 它写的还是很混乱的 那很多武功招数都是旧的 那个观念也是比较保守的 就是那个协议和团的事 这老板一看这个成功了 我这手里还有一张好牌呢 然后我又动了另一个年轻人 你看陈文统都写得这么好 都出名了 你也试一试吧 这个叫乍梁庸的人比较稳健 他一般什么事不先出头 他一看这陈文统都能写的成名 他也有数了 我更有把握了 于是他也写了一部小说 叫书见江山 后来出版的时候叫书见恩仇录 这个乍梁庸的庸 左边是个金字旁 右边是个中庸之道的庸 他把这个字一分为二 叫金庸 所以这个新武侠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新武侠 我们说他是 这个时候可以把它叫做左右光明二始 光明左始光明右始 这个诞生的过程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金庸九十周年诞辰 这个六十年来啊 金庸的小说长盛不衰 就成了一个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 因为这个大众文学很像流行歌曲 这个歌星呢 一般热个三五年就过去了 就是经典呢 当然首先要有一个流行的过程 多数经典 都是要半个世纪以上才能看出来 才是经典 比如当时大家同时喜欢十来个歌星 你过二十年再看看还剩下几个 比如我们今天证明了 邓立军是艺术家 邓立军他留下来了 别的人能不能留下来不知道 罗大又留下来了 证明他是经典 那在他刚出道的时候 谁也看不出来 那所以大学者就眼光独到 能够在他流行的时候 就看出他将来是经典 那叫做一百万军庸去上将手机 那么也许在座有很多人 对金庸了解的比我更深 我呢 简单的介绍金庸这个人的 他的生平 用这个介绍生平的方式呢 加以我们的评价 那么我这个学期在北纳 正好开的是金庸小说研究课 我首先就讲我们要区分 生活中那个叫扎梁庸的人 和我们读了小说之后 老海坑形成的一个叫金庸的这个人 这两个形象是不同的 用我们专业的术语说 后者叫叙事者 我们普通读者往往会混淆叙事者 跟作者的关系 很多人读了一个作品 会喜欢这个作者 然后去找这个作者 然后大失所望的 这做成怎么这样啊 我看你书 我觉得你是一白马王子啊 你看是比一刀老头 这是经常发生的这个现象 有的时候我们还不用这个作品 中那个思想境界去要求作者 其实这是两回事 例如哥德写少年为特之烦恼 他的主人公因为失恋就自杀了 可是哥德活得好好的 那哥德失恋了多少次 他自己失恋 让对方失恋多少次 他自己活到八十岁 你不能要求他像他的人物一样自杀 他通过让他笔下的人物自杀 自己获得新生了 他想象自己已经死掉了 他接着去进行下一场恋爱去了 这要把这个自然人啊 法人去世者都把它封开 这个这个唯一理论上的人上问题 就不多讲了 那么我们一般从小说中获得的 那个叫金庸的人的形象 是非常正面的 一般人读了小说 会觉得这个作者非常狭义 深情 渊博 儒雅 大气 幽默 爱国 悲悯等等 这个形象跟其他作者比较 更丰满 更高 甚至可以 我相信再过一百年二百年 他的形象跟鲁迅 李白 曹雪 其实差不多了 这是这个叙事者 给人产生的形象 可是人们一般不容易崇拜 还活着的作者 因为有太多的人认识他本人 要认识他本人的人 就会去批评他 认识他本人的人 会根据自己生活中 接触的这个人 觉得他不是那么狭义 不是那么幽默等等 不是那么爱国 会找到他很多的缺点 还有金庸他不光写小说 他有多种身份 他的另外的身份 和写小说这个身份 可能还有冲突 所以金庸是一个充满正义的人 比如说那个李敖先生 我也很喜欢李敖 李敖就特别看不起金庸 成天批判金庸 李敖那也是一个毒嘴 毒蛇 他批批金庸 后来我发现他批批金庸的话 跟批批三毛的话是一样的 他就说他虚伪 他说三毛 你对这个什么撒哈拉的人 那么同情 我发现你有财产 你有房子 你不把这些财产钻出去 所以你是个虚伪的人 后来同样的话 他用在金庸的身上 说金庸表现的那么狭义 我发现金庸很有钱 你怎么不把你的钱给穷人 所以你很虚伪 后来我发现 这是李敖的一个 惯用的逻辑 我也不把这个人当回事了 这个叙事者金庸 和生活中的金庸 我们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那么说到金庸 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很了不起 他姓渣 这是个多音字 就是检查的查 这个姓是出自姬姓 这跟皇帝是一个姓的 我这个孔庆也是出自这个即兴 就是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我的家谱 就是我们家的祖先 也是从皇帝那里开始 然后我们家后来是商朝的 是商周王的后代 一点点沦落 能够到童子 用那个P0P孔的话说 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 这是P0P孔的时候 用的贬义词 我说用包一词说 就叫家道中落 跟武迅是一样的 家道中落往往能出圣形 那么这个扎家呢 他家历史也很久远 现在他们家的这个 最厉害的这个郡旺 在安徽郡县叫扎稷村 我前不久去安徽太平湖 从这个扎稷旁边路过 这个这是他们家厉害 扎家出的名人并不多 从我们现在查 开始从唐朝 开始查到一些人 因为大家不研究历史 我就不举这些人的名字了 那么跟金庸直接有关系的 应该是从林青之计算起 炸一黄就是炸祭祖 他在陆景记里写过 这是清代的大文号 也是有争议的人 炸世彪 清代书画大家 炸声 炸慎行 多了 现在这个 还有很多人 比如说炸光佛 是30年国民党的汉口市宣传部长 炸一平 1949年 组织国民党两个航空公司起义 是这个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个电击人 炸基民 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部闻 07年去世的 那么金庸是 现在被看成是一流的小说家 他还有一个远亲 堂兄 了不起 叫炸梁征 炸梁征在新代文学史上 他在写诗的笔名叫木旦 说木旦 很多人可能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说新代文学的诗人 谁是第一流的诗人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郭沫若是最伟大的新代诗人 有人说爱卿诗 有人说冯志诗 那么现在可能很多人 更倾向于木旦 比如说现代文学史上 这个最了不起的诗人 最了不起的小说家伙 被他们家占了 那么姓炸的 还有一个安慰的了不起的人 也是诗人 说他的本名很多人不知道 说他的笔名谁都知道 他叫海子 孩子本人叫炸海生 这个家族是了不起的 这个他们家的这个 直接的这个谱戏 我就不仔细展开了 反正在康熙的时候 康熙就很重视他们家 康熙给他们家提的贬 有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对脸写的是 唐宋以来 巨族 江南有数人家 你们家是江南有数人家 还有关于他们家和曹雪芹家的关系 这都有很多好事者去考证 反正那个时候 他们家的江南这个地位很大 地位很重 还有人说他们家是一门七进市 输职武汉民 这就是全家 当然这也是封建社会的这个现象 全家都担任了重要的职位 现在 炸人伪 炸猛记 炸基民 这些人都不说了 炸梁昭 台湾十大的校长 炸梁建 这都不讲了 那么这个金庸在路顶记里 曾经写了他们家 涉及的那个名史案 那么关于这个 也有很多人来 这个攻击金庸 说金庸家那个祖先 本来是首先告发的人 说本来 他们家这是不光彩的一个历史 金庸的历史都图纸毛粉 把自己家人写得挺好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们家的历史上很重要 那么有人这个给金庸戴的帽子 说他是这个为满清统治者张目 我觉得这个批判可能有点过分了 我们看金庸的各种文字 他对清朝的统治还是很客观的 有好说好 有坏说坏 就是从康熙到这个前家时代 这一百多年中 那么中国整个是经济发达 人口高速增长 社会稳定 将预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大 这是事实 这个要承认 当然你说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 但是文化事业不是以推出思想家为主 而是文化整理工作 当然这背后有不好的 我们今天说比如说有文字语 等等 那这些金庸也是批判的 另外金庸很可贵的是 他有他的民族立场 金庸的祖父叫乍文青 是乍家最后一个晋士 曾经当过丹阳的支线 我们学历史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丹阳教案 就是这个老百姓杀了这个教传教士 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基督教听教的问题 中国老百姓的矛盾 那当然中国的政府都是传扬媚外的 命令他镇压这个老百姓 他不肯这么做 他就辞职回去了 金庸说祖父对他有两个重要影响 一个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第二个是人要好好读书 要多读书 他在连城局的后继里说 我的祖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 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立足而杀害百姓 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互相 整个家族都引以为 那我们看金庸这个人在 坚持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是没有问题 他在中华民族内部是坚持民族平等 反对大汉族主义 但他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是反递的 就是金庸他这个人他还有两女生一样 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 他是有一个朴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挨国立场 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党派的人 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 有些立场可能是你这个党所需要 金庸并不是这样 那么我讲金庸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一个事是金庸父亲 到金庸父亲这一代 他们家还是当地的大地主豪生 那一个镇上有半个镇都是他们家 占了半个镇 他们家还有三千六百多亩地 大家想想在江南那个地方有三千六百多亩地 那是什么镇市 那在我们东北都算大地主 东北是地广人稀 有三千多亩地 仍然是大地主 在江南那么土地那么紧张的地方 他家有三千多亩地 他家有店户上百 还有钱庄米航匠原店等 就他自己家里有九十多间房 他们家住在园华镇 园华镇一句话叫园华镇 炸半边 他们家炸半边 他这个四十年代末去香港 他父亲在当地呢 1951年4月26日 海宁县人民法庭第134号刑事判决 认定他父亲在解放后 抗粮不交 窝藏土匪 图谋杀害弹幕 藏匿枪支等罪行属实 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死刑 也就是说他的父亲 是被共产党枪毙了的 但这不是随便枪毙的 是有审判 有记录 有明确罪行 有事实认定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挺重要的 那么这个事情以后是怎么演变的呢 挺有意思 1981年7月18号 邓小平会见炸两用 因为这个时候邓小平收回香港 需要用金融 金融是最有影响的人 邓小平跟他说 以前的事咋就不算了 团结起来向前看 因为有了邓小平这句话 1985年7月23日 海宁县法院撤销原判决 宣告他父亲无罪 我觉得这个是他挺值得研究 他父亲到底有罪没罪 不是原来的判决错误 还是一个撤销判决错误 这当地政府显然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 为了讨好金融 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那金融是怎么回复这件事的呢 金融置信海宁县委 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 情况复杂 多成各位善意 审查三十余年旧案 判决家父无罪 存莫俱感 仅此奉书着重置信 金融的这个信息非常得体 人家是善意要感谢 但是他没有说对不对 他把是非含糊过去 而这里又巧妙地用了春秋笔法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 情况复杂 是这么评价 没说你们这个撤销都是对的 但是承认你们对我好 我感谢 这是金融当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 那么后来金融在2000年 又写了一个自传题的散文 叫《月云》 这个散文里 他主要是回忆自己家里一个丫鬟 生活痛苦 他自己家是大家族 但是金融说在他们家里干活的这个丫鬟 其实是以他的一个后母为原型 面黄鸡瘦 过年的时候吃一块年糕 就感到非常高兴 金融觉得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差距 我们家这随便吃什么都很正常 这个在我们家干活的丫鬟 吃一块年糕 这么痛苦 然后这里面提到了他父亲的事 他说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 他想念这宜官 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 欺压农民判处了死刑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 伤心了大半年 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 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 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在宜官心底 他常常想到权嫂与月云 在景南边分别的那碗情景 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 不断破得穷人家 骨肉分离 妻离子散 千千万万的月云 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 就感激不尽 他常常吃不饱饭 挨饿挨得面黄疾瘦 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 经常担惊受怕 那时他还只十岁不到 他说宁可不吃饭 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 然而没有可能 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 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 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 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 没有欺压旁人 然而不自觉地 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 自己过得很舒服 忍令别人挨饿吃苦 而无动于衷 我在北大科大上给学生念这段金庸的文字 我说我们看看金庸的境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出身 人按照自己的阶级出身 感受事物 这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 但是圣贤的可贵之处 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理想 不仅仅为自己的阶级装想 而是站在全人类 全历史的视角 看待具体的事物 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相避了 他做儿子的 应该伤心 应该难过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他在2006年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自己都要否定自己历史的时候 金庸不这么看 他不恨那个军队 他从大的历史角度讲 他说我爸爸我可能没有做过坏事 但是他们同样维护了这个吃人的制度 他理解这个大的历史辩论中 这样的悲剧难免 我们看看金庸这个态度 我们再想想 那个海宁县委当初撤销的那个判与约 哪个是对历史的客观的态度 那可不就是为了讨金庸的好吗 金庸还不接受你这个好 金庸可不是共产党 但我觉得他这番话说的 绝对是标准的共产党员的进行 只有修养极其高深的伟大的共产党 才有这番境界 自己的家人受了委屈 可能是冤枉的 也可能不是冤枉的 但是能跳出这个立场看问题 我们有多少共产党员 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 在文革中受了委屈 就痛恨共产党 就痛恨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不去管你父亲 没什么受的委屈 所以不是说共产党员一定就有高的境界 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那么金庸的这家里祖上很了不起 在他这个时代也是出了很多的名人 我不一一地说了 比如他的一个小姑母 从小就喜欢武剑打架 是秋锦的崇拜者 所以这个小姑母对金庸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些学者认为 他这个小姑母就是黄龙的原型之一 聪明活泼 喜欢打架 曾经去跑去为秋锦守牧半个月 这个 这个 我们都展开了 金庸对他的兄弟姐妹 是非常有狭义之情的 那么今天他的家人 回忆起他来 都是有什么事 就找这个金庸 他一定会帮忙 会帮忙 比如他的一个小弟弟叫扎良玉 五十年代在福顺读书 后来又五六年又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 那个五十年代的时候 好像这个上大学好像很随便 他读了六年大学期间 一连生了六个孩子 我说五十年代读这样 我都感到很奇怪 但是所以生活有点困难 金庸就是寄钱 他弟弟妹妹得到金庸很多的这个帮助 那么现在金庸的这些 不管是同夫异母啊 还是这个堂兄啊 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能当一个政协委员 他的亲戚中有很多名人 我介绍几个 比如说他的一个远房的姑姑 嫁给了同乡 蒋白礼 蒋白礼是中国现在著名的文学家 军事家 这个我们蒋文学研究会 她是创始人之一 她的表姐叫蒋英 蒋英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 是响于世界的女高音 但是蒋英还不算最厉害的 蒋英嫁了一个丈夫 这个男人叫钱学森 这个人都跑到他们家去了 他们家也有大众文化的人 他有一个堂弟叫张文良 本名叫乍良信 是北京德云社的演员 这个何云伟是大大 但是十年前去世了 别的我就再敲个重要的讲 表哥蒋福聪 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现在他们家最小的 有个知孙女是著名的流行歌手 叫茶茶 也叫喳喳 我开那个百度会的时候 也来了这个女孩子 现在唱歌很好 还参加中国一些电视台的 好歌手评选节目 很有实力的 另一位著名的大众小说作家 大家都知道叫琼瑶 琼瑶跟金雄也是亲戚 金雄的唐姐 炸两米 嫁给了琼瑶的三舅原型 这个关系老外是搞不清楚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能推出来 中国人一推就知道 金雄是琼瑶的表舅 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 这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关系了 我会不再为他看他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舟里 每一个都对的 对吧 舟里说不对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大牌子吗 不懂 因为都是独生子女 以后这些词都消失了 什么叫表舅 这很难翻译 表舅 简单的说 他跟琼瑶也是亲戚 那么再介绍一个 金雄小说里 总有一个很讨厌的表哥 他在小说里 总有一个气质俊朗 武功超群的表哥 但是最后金雄 一定把它写成 复心婆性的 如蓝的大水一场动 比如说慕容复 汪孝峰 魏毕等等 金雄不但不喜欢表哥 还不喜欢帅哥 他小说里面 都有误入其途的高富帅 就金雄小说高富帅 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一般都是家事不错 长相俊俏 还有情绪 还有幽默等等 最后一般都比较倒霉 最差的就变成了林平之 有人就奇怪了 说这金雄怎么这么恨表哥 这表哥到底是谁呢 经过考证 乍良雄 金雄先生的生母 是徐志摩父亲最小的堂妹 也就是说金雄的表哥 是徐志摩 是徐志摩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徐志摩写诗 你说这条条子 这条子 因此